2020亚洲小姐竞选8月18日 安排19名候选加利正式与媒体见面 不过因为2号跟16号加利临时生病了 所以最终只出现了17名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虽然亚洲小姐的主办方 亚洲电视近年经历低潮 不过他们依旧非常努力地经营着亚洲小姐 这个几十年的老品牌 今年他们除了邀请到著名艺人刘美娟担任评委 也邀请到张崇基张崇德兄弟 担任加利门的才艺导师 那我就会在未来的时候 跟我哥哥一起做那个老师 在表演方面或者在唱歌方面 就尽量用我们的过去的一些舞台上面经验 可以帮助他们发挥自己 表达自己表达得更好一点 因为亚式的经营不善 导致亚洲小姐跟香港另一党老牌选美节目 香港小姐竞选的差距越来越大 不知道张崇德跟刘美娟如何看待这种落差呢 我觉得其实选美就是要比较 就是要比赛 所以我觉得没关系的 大家自己最重要是做好自己 然后看哪一个比较特殊出来 那个就是比赛 魔方全眉娱乐全世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